这一讲开始 我带你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发力期 在上一个模块抢探期 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是在混乱中先活下来 那个时期 上级更关注的是 你能不能稳住团队不出岔子 但到了发力期 上级关注的就是你的业绩 你团队的业绩 应该比前任 或者比之前的时期 有大幅提升 而且有拿得出手的 公司级的大项目 或者大业绩的达成 所以这个模块 最终是为了一个大目标 就是带领团队 打一场大胜仗 向公司证明你的领导力 这一讲 我先从第一步 把战略方向 落地成行动计划说起 也就是说 你不再只是完成一个个任务 而可以进入战略拆解和执行了 为什么刚迈入发力期 就要从战略入手呢 这是因为 战略既有宏大的目标 也包含实现目标的行动计划 是带兵打仗 分配资源 管理团队的核心依据 忠诚管理者 作为连接高层和基层的腰部力量 本质工作 就是向上承接战略方向 向下落地战略执行 但是 很多忠诚都遇到这样的难题 高层嘛 大手一挥 说今年的战略方向 是渠道下沉 要你出一个方案 明年要提高组织效率 让你出一个方案 这些战略方向都很抽象 你根本找不准 怎么把这些开放性题目 转变成基层 可以看得懂 做得到的行动计划 所以这一讲 我就要来和你解决 战略落地这个难题 那么 一般公司在做战略落地的时候 常常会犯什么错误呢 我曾经辅导过一家 隐形眼镜公司的战略管理 他们的CEO 很久之前就预判到 在隐形眼镜市场 日抛型眼镜 会取代月抛型眼镜 并且会是未来三年的阻力 虽然战略大方向定了 但是他们是怎么做战略分解的呢 我打个比方 今年日抛型新品的销售目标 是一个亿 那么 大客户团队分到了5000万 电商团队3000万 线下门店2000万 接着往下继续分 大客户南区的目标是1000万 北区3000万 东区和西区各500万 最终分到员工头上 你50万 他80万 总之 他们所谓的战略管理 其实就是简单的把大指标 一级一级的往下分 但你要注意 战略不仅仅包括目标 它更关注的是 实现目标需要什么路径 方法和资源 这些落地的问题没有解决 就会导致团队最终干了一年 完成目标的 也不知道做对了什么 没完成的 就说当初目标分高了 存在这种问题的团队很多 甚至一些公司引进了OKR KPI 各种目标管理工具 结果还是落不了地 根本原因都是 管理者们认为 落地战略就是分指标 这一讲 我会带着你 按照四个步骤 分别是 按照头脑分曝做加法 计算绩效积目 通过可行性做减法 对其下属任务 把战略从只有抽象笼统的目标 落地到具体清晰的实现路径 我先来说第一步 头脑分曝做加法 作为忠诚 当你刚拿到高层给你的战略目标 你先不要急着把目标按人头去分贝给你的下属 你也不要给自己设限 这也不能做 那也不能做 你可以先召集你的团队 做一次关于战略落地的头脑分曝 在这个头脑分曝会上 你可以邀请你的团队写出所有可以支持战略目标达成的行动 假设你是隐形眼镜门店销售团队的负责人 你接到的战略方向是达成2000万日抛型新品的销售 那么你可以请团队一起来 把所有能够促进销售的行为全部列出来 不过头脑分曝不只是针对大话题 如何提高新品销售来做 那样很容易遗漏一些影响因素 这些因素才是你要重点进行头脑分曝的 我举个例子 新产品的销售额有一套计算公式 那就是静电人数乘以成交率乘以键数再乘以单价 那么你在做头脑分曝的时候 就可以请下属们针对怎样带进来更多的静电人数 怎样提高成交率 怎样提升每次购买的键数和每件的单价 分别做四次头脑分曝 那么就拿提高成交率这个因素来说 通过头脑分曝你就可以找到这么几个行动路径 比如说 第一提高门店促销员的新品销售能力 增加销售话术培训 第二提高门店促销员的新品销售意愿 比如提高日抛的销售提成 第三卖出一盒月抛就送三副日抛作为赠品给消费者试用 第四把包装改小 从一盒60片改为一盒30片 降低消费者购买门槛等等 类似这样的小点子越多越好 你先不要管可行性 只要这些行动是团队认为可以提升销售达成目标的 都一一写下来 我再提醒一下 千万不要在头脑分曝的时候打击下属的积极性 类似于你说的这个别人都已经试过了 你这种办法没用的 这样的话在头脑分曝的时候不要说 你应该多鼓励他们 多想多说 哪怕想法听起来不靠谱 甚至有些疯狂 请记住 头脑分曝的目的是为了做加法 即使点子本身没有意义 但也可以启发到其他人 那同样有价值 一般来说 如果团队充分参与 可以列出30到50条点子 然后你就可以进入下一步 计算绩效积木 光有点子是不够的 你要和你的团队开始计算 每个点子背后可以贡献多少业绩 同时要消耗多少资源 这时候这些头脑分曝出来的点子 就变成了战略管理中的绩效积木 英文叫building block 这个词特别形象 绩效积木就是一个比喻 它是指 为了达成目标采取的行动 就好比搭房子的一块块积木 你需要算出来 所有的积木堆在一起之后 能不能够构到目标 要不然你这个战略计划 从一开始就是失败 比如 拿培训促销员话术来说 所有门店中业绩最好的促销员 一天可以卖出6盒新品 而目前团队平均只有1.5盒 那么仅仅把平均销售水平 提到最好促销员的一半 也就是3盒 今年的新品业绩 对比去年就可以翻翻了 去年是日抛型新品销售的第一年 一共卖了200万 好 你就可以记录 今年这一块绩效积木 预计可以帮你贡献 2000万销售目标中的400万的业绩 但是考虑到 目前公司并没有促销员培训体系 为了帮助你达成这个目标 你需要公司给你提供 实名全职的培训读导 这就是绩效积木所需要的资源 这里需要提醒你的是 一定要锻炼团队量化的计算能力 即使没有历史数据 也要去收集行业数据 只有这样累积数据 预测结果 验证假设 你对业务的预判能力 才会越来越准确 对团队的控制力 才会越来越强 不要以为只有销售部才有数据 技术部开发一款产品的工时 人力资源部的员工流失率 物流部的供应链成本等等 都可以落到具体的数字上 计算价值还有个好处 那就是 也许你会发现 所有的技巧积木 叠加在一起 还完不成目标 这时候 你就要向上反馈这个情况 这么做不是推卸责任 而是寻求公司额外的支持 如果一开始 就定了一个注定完不成的目标 是非常伤害团队士气的 好 到了第三步 你需要通过可行性验证 做减法 其实 在计算技巧积木的时候 你就要进行可行性验证了 比如 把盒子从大包装规格 减少到小包装 的确可以提升10%到15%的成交率 但是 公司工厂里就是大包装的生产线 短期不可能改规格 那么这条你就给它删掉 除了业务 可行性分析还包括法律 财务等等方面 我自己的经验是 当你在带团队做战略拆解的时候 最好能够邀请跨部门的同事 一起参加讨论 一方面 可以更容易帮助你发现 计划上的可行性漏洞 另一方面 也能够加强跨部门沟通 帮助你在未来 执行战略计划的时候 减少阻力 一般来说 经过这个步骤 你最终留下的战略重点技巧积木 要控制在10条以内 太多了 团队执行下去会有问题 太少了 也许没有办法支撑你实现战略目标 好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第四步 你要和你的下属 对齐他们的工作任务 这里我给你一个工具 战略计划表 我把它放到了文稿区 你可以看看 这张表有六个数列 你可以用它来和下属 对齐工作任务 第一列 就是你的10条优先级事项 我建议你把价值最大 也就是优先级最高的 排在前面 第二列是关键指标 也就是说 做到什么程度 才算是到位 当然 有些指标是过程类的 比如 实施一次促销员销售技巧的培训 也有些指标是结果类的 比如 促销员人均新品销售额达到三核 我建议你都放进去 方便监测 第三列 第四列 分别是核实 核人 核实是指 这个项目 什么时间点前必须完成 核人是指 你团队里的谁 是这个项目的第一责任人 一些复杂的重要的项目 你可能得亲自挂帅 有些简单的项目 可以交给需要重点培养的下属 给他们更多的锻炼机会 第五列是完成情况说明 我建议你 至少每个月要在团队内部 同步完成进展 对于没有达标的战略项目 要进行更多的关注 看看下属是在哪里遇到的障碍 最后一列 是想要达成这些关键指标 需要哪些资源 有了战略计划表 你就可以评估了 看看你有没有把战略 成功拆解成可以落地的任务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我主要和你探讨了 在中程管理的发力期 怎么把高层战略 从抽象的目标 落地到可执行的行动路径 你可以从头脑分泡做加法 计算绩效积木 通过可行性做减法 对其下属任务 这四个步骤入手 在这里 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你在工作中有没有经历过 没有办法落地的战略方向 学完这一讲之后 有了什么新思路了吗 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分享 上一讲 我讲了怎么把战略 落实到具体的行动计划 不过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在作战之前 你还要先去打粮草 作为中程管理者 你不能指望老板 把资源分好了 再交到你手上 你必须主动出击 去引导资源的分配 才能为你出业绩 打下好的基础 所以 学会科学的向公司要资源 是你的必修课 什么叫不科学的要资源呢 我说个例子 你感受一下 小牛是一家公司 大客户招商团队的负责人 在市场部年度目标会议开完后的一周 他突然找到市场部的副总裁要资源 老板 上周开会说的大客户招商目标 我答不成 我们现在几十个人 今年要招一千家客户 根本忙不过来 公司可不可以把目标降到六百家 或者干脆拿出五百万 给产品做个促销 现在卖的太贵了 客户都不愿意和我们谈 你看 就这么一段话 小牛至少踩了五个雷区 第一 要资源的时机错了 我们说 要资源的时机非常重要 开会的时候 为什么不提 目标太高 资源不够 要开完了一个礼拜了 才突然跑过来说 老板会觉得小牛是在找借口 不想干活 第二 要错了资源 小牛在目标上讨价还价 一千家招不到 那么和老板谈谈六百家可不可以 最后 也许老板让步了 大家折衷一下八百家吧 你看 什么事都没做 一下轻松了百分之二十 其实 在职场上 和上级就目标讨价还价 是很不职业的一件事情 会给管理层 留下你能力不够 不肯单单的负面印象 真正的高手 是把公司的注意力 拉到资源上 小牛需要公司 给到什么支持 才能帮助他 更好地完成 一千家的目标 比如 人手不够 是不是可以考虑增加编制 或者用客户管理软件 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 没找对人 在增加编制 切换管理软件 等等事情上 市场部的老大 都未必是最终预算的决策人 小牛呢 关给自己的老板施加压力 是没有意义的 反而应该把老板 拉到他这一边 一起去找对的人 或者是部门 第四 没有给出利益点 也就是 你要的资源 能换回什么呢 小牛张口就向公司 要500万做促销 这些数字 能帮公司完成招商目标吗 第五 没说怎么花 小牛提到的这500万做促销 具体用在什么地方 执行的方案是什么 换回思考一下 谁会放心把钱 放到一个像黑盒子的部门里 好 这一讲 顺着这五个问题 我来说说 怎么科学理性的 找公司要资源 首先 啥时候要 根据我的经验 向公司要资源 有三个最佳窗口时机 一 是你的战略计划 初步完成的时候 二 是任务布置下来的当场 三 是阶段性复盘的时候 第一个时机 是战略计划 初步完成的时候 你就要主动找上级争取了 比如 上一讲 你通过量化计算 发现 哪怕把所有的绩效积目 都做完了 战略目标还是完不成 这个时候 你就要主动的 找上级反馈 而不是等执行了一半再说 那个时候 公司就算要给你调整预算 都没有预备资金了 第二个时机 是任务布置下来的当场 特别是临时性的项目 老板一般都会当场直接问你 你对任务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 开口要资源 不会让上级 以为你是来讨价还价的 当场说没有问题 过后再说搞不定 这是职场大计 还是拿小牛举例子 他在上级布置任务的会议上 就应该把丑话说在前面 直接提要资源的事 如果小牛在现场 已经判断资源不够 但他的上级呢 又认为他要的资源不合理 没得商量 那么小牛可以这么和老板说 老板 根据我的经验 目前的资源完成目标 是有难度的 但既然公司已经定了这个大方向 那么我就先执行 两周之后 我们回顾一下进展怎么样 你看这种做法 一来不会让上级以为 你就想推卸责任 二来也可以帮小牛 带到第三个要资源的时机 就是阶段性复盘期 接下来执行项目的时候 你就要收集足够的数据和资料 证明给公司看 的确是人手不够了 记住 要资源不是一次性工作 哪怕项目开始了 你还没有要到资源 你也可以在阶段性复盘的时候 继续提出来 比如小牛就要关注到 每个招商人员 每天在填报表上花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三个小时 严重影响到了拜访客户的时间 这就是找公司要编制 或者客户管理系统的依据 好 再接下来 你就要清楚 自己到底要什么资源 在很多忠诚眼里 只有资金才算资源 比如做品牌的 就盯着投贩预算 做销售的 就盯着出销费 搞运营的 就盯着付费流量预算 但我告诉你 忠诚必须要有资源整合的意识 你可以从财 物 人 事 四个方面来寻找资源 财最好理解 就是直接用于业务发展的资金 物呢 就包括发展业务用的赠品 提升工作效率的软件 等等 人啊 甚至你可以申请增加人员编制 提拔下属 物色大牛加入团队等等 最后的事 指的是 对项目的重要支持 比如 请管理层为你的项目站台做宣传 请外脑咨询公司给你的团队做管理咨询等等 我自己在宝洁在销售团队的时候 一个超市客户 要我们给一个非常高的合同返点 但我们不可能再向公司申请费用了 我盘了一下钱以外的资源 发现这家客户啊 每年要花重金在人才培养上 但效果都不太好 而宝洁呢 在培养人方面是业界出名的 这就是资源啊 于是我向公司申请了宝洁培训体系 这样一个隐性资源 帮助客户去培养他们的采购管培生 这个方案一下就打动了客户 帮我们最终拿下了当年的合同 接下来 你要清楚资源该向谁要 要回来了 你能给公司带回来什么 忠诚管理者要资源 不能只盯住拍板人 你面对的是全公司的资源所有者 这比单纯说服你的上级要复杂多了 公司的资源所有者 分为ACE三个角色 A角色负责Approve拍板人 C角色负责Consult给意见 E角色负责做Execution做执行 相应的 你拿来说服他们给资源的利益点 也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 小牛是大客户销售的负责人 他打算向公司要100万费用 采购一套客户管理软件 那么最终拍板人A通常是CEO 他不太关心小牛这个钱怎么花的细节 他最关心的是这100万能给公司带回来多少最终的利润和销售额 小牛这个时候相当于一个创业者 在向投资人要投资 那么每一笔投资都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在他要资源的时候 小牛一定要讲清楚资源能换回什么 我帮你总结了两套要资源的算法 第一 开源节流 这种算法适用于有直接经济产出的部门 比如销售 供应链 你可以帮公司赚多少钱 省多少钱 都可以用金额明确地算出来 如果数字不是特别有说服力 那么还可以从效益去说明方案的价值 投入产出笔 人均产出等等 比如小牛要来的这套客户管理软件 能够缩短多少客户响应时间 减少多少订单丢失 从而帮公司带回来多少利润 多久收回来投资等等 第二种算法叫对标算法 这种算法适用于竞争对手信息比较透明的情况 也许你没办法说清楚可以带回来多少好处 但是你可以说清楚不做有什么坏处 比如新增200万的促销费用 也许你不太清楚能不能够带来额外的生意增加 但是竞争对手的促销力度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如果我们不追加投入 很可能连已有的份额都要丢掉 提醒你一下 给公司的利益点不要是单选 而是要多选 不是你给资源我就做 不给我就不做 这是威胁 多选题应该是 老板我有三套方案 分别是激进版 正常版和保守版 投入资源力度不同 取得的结果快慢也不一样 我们一起来挑 这样跟公司一起商量着解决 肯定能提高你要资源的成功率 好 这是跟CEO要资源的两种算法 但是啊 CEO不清楚那么多细节 所以他一般来说 会咨询财务总监和销售副总裁的意见 这时候啊 财务总监和副总裁就是C角色 意见人了 他们俩的利益点 是要帮老板把关 看你怎么能够证明 你能够兑现承诺 在找拍板人之前 小牛一定要拿着他的方案 先说服意见人 最后还有一个E角色 做执行的人 小牛要来这套客户管理软件 最后还要联合技术 财务客服等等部门 一起落实到业务中 他们不太关心 这个软件能帮公司赚多少 他们关心的是执行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太多的麻烦 所以在找拍板人之前 你也要和执行人沟通过 方案的可执行程度 我建议你啊 各自找他们沟通之后 把所有人的利益诉求都写下来 再把你上级拉到你这边 跟你一起完善方案 毕竟啊 能要来更多的资源 对他完成整体业绩 也有好处 最后 要资源之前 还有一个问题你要弄明白 就是怎么花 作为忠诚管理者 你要的资源越多 公司给你的压力就越大 你要给到公司详细的资源 使用说明书 这当中啊 你要回答好这三个问题 第一 花资源的节奏是前期一次性投入 还是分批次 第二 用什么监督机制能保证资源不被浪费 怎么防止腐败等黑箱操作 第三 万一投入长出比不理想 你怎么止损 有没有调整机制或者备选方案 比如 小牛要来这套客户管理软件之后 他就要成立一个项目组 从软件上线的第一天开始 每周向管理层汇报实施进展 以及对招商指标的达成有什么影响 确保公司的投入按照计划带来回报 好 这一讲 我和你一起解决了忠诚管理者 怎么科学的向公司要资源 你要把握好 啥时候要 要什么 向谁要 利益点 和怎么花 这五个关键问题 形成一套科学可执行的资源使用方案 为你充业绩打好基础 实实在在的推进你的业务 此感谢坚显